鱼蠣寶寶 鱼蠣寶寶 大家好 家裡的鱼蠣寶寶出生已經有一個月了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她長多大了 我剛過來 她以為我要餵她東西吃 進去看一下 豪華別墅 這個豪華別墅 小雲在那邊 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是惡黑 好久沒來看 好久沒來看你了 惡黑 現在這麼大了 這隻是大黑 那隻是惡黑 這隻是小黑 然後這隻是今年乾生的 現在已經有一個月了 好久沒來看她已經長這麼大了 乾生出來的時候就一點點 她這個鱼蠣啊 互窩的意思很強 如果這時候你手伸過去 肯定就被捉了 那她不在窩裡面的時候 你去抓她她就不會 然後 這隻小黑 我現在她跟我不熟 就是從小的時候 我沒去餵她 然後她就是我一碰她 她就會捉我 然後這隻小的我就準備 今天給她帶出去 然後親手去餵羊 到時候她就跟我比較熟 就不會咬我 帶出去抓魚什麼 就比較好 大黑 二黑 小黑 這隻要給她取一個什麼名字 大黑 二黑 小黑 這隻叫什麼 大黑 抓住來了 现在它还小 还小不会捉了 如果再大一点 它跟你不熟的话 你又清静不了它了 现在有一斤多了 给它放在这个泡沫箱里 你看 它这个时候还不懂事 你去摸它什么 它不会遮你 然后就是要从这时候开始喂 可能还太晚 但是现在不影响 就让它在这边 感觉这个箱子有点小了 好久没看它 它这个长得很快 我们去搞点鱼喂它一下 黄金洗几鱼 清黄清黄的 来来来 小黑 小黑来得慢就没了 小黑太凶了 小黑太凶了 小黑来得慢就没了 所以这些鱼都不够这两只吃的 好了差不多了 现在喂它 鱼丸子 给它倒点水 吃了 第一天抓出来喂还是有点怕的 但是喂几天了就好了 一挑鱼就几口 几口就没了 最后一口了 一天估计要喂两只 等一下下午的时候再给它喂一个 现在这么小还不会走路 一条鱼就这样几口就吃完了 好了好了睡觉睡觉 多跟它玩一玩 到时候这一只鱼起来 到时候大家看一下 看长大的会不会凶人 那个小黑是不行 小黑呢 那个真的是不行 我是很怕它要我 我都不敢去抓 然后这一只也不知道叫什么 这一只到时候长大的大家看一下 现在天气渐渐凉了 就可以用鲁石出去抓鱼了 天气凉的时候就比较好抓 到时候看哪天有空 我就带出去抓鱼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